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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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太善感令篇》 会篇《节要》 第二十六条 不识学师妄念 顺习聚我灵符 树几日就月将 气息于光明 这一条啊 也是 讲到我们修心 这个学师妄念啊 这个学师妄念啊 我们如果没有提起绝照的功夫 我们就不知道啊 自己的心思 到底是 有没有邪念 邪师 我们 我们举办啊 先是 上镜下功劳上的文路展 这文路展也刚研满了 那么标题啊 就是绝光远照 这个就是讲绝照了 我们 短暂的 实际绝照啊 那么这些学师妄念啊 它就 出现了 这个学师妄念啊 你不要刻意去提起 它自己会冒出来 因为这些妄念呢 从一念不绝开始 那就是妄念了 所以这个妄念啊 我们整天 时时刻刻 在妄念当中啊 我们自己没有发现 因此啊 有很多念佛的同修啊 特别是刚刚 来修念佛法门 或者参加佛期 或者参加念佛会 那么心啊 暂时啊 沉静下来 提起佛号念佛 或者呢 有人是念经 念座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很容易就发现 我们自己心里 忘念怎么这么多啊 所以有一些 这个初学的人 在过去啊 我们也碰到很多 这样的例子 就是 他没有念佛的时候啊 感觉自己也没有什么忘念啊 怎么现在呢 心静下来啊 要 诵经 要念座 念佛啊 怎么忘念这么多呢 那么这个忘念啊 不是说 因为我们 诵经 念佛啊 才会有这么多忘念啊 才会有这么多忘念 平常我们就这么多了 那平常这么多呢 我们没有发现了 这古大德讲啊 好像屋子里面灰尘很多 我们没有拿扫把去扫啊 好像感觉也蛮干净的啊 也没看到灰尘啊 结果啊 扫把拿来一扫啊 那灰尘灰起来了 那么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了 哇 看到灰尘那么多 那是不是没有扫的时候 就没有灰尘了 就是 没扫的时候就那么多了 只是你现在扫了 开始在扫了 要清洁了 才发现了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 那么 不使邪师忘念啊 瞬息聚我灵符 这个灵符是形容比喻啦 我们这个心啊 是灵的 在中风国师三十七年讲 灵之心 我们这个忘心当中啊 有一个真心 那我们 一定要知道 这个真心啊 迷啦 那才产生忘心啦 那其实啊 忘心跟真心是一个啦 同样那个心啊 不是另外有一个真心 另外有一个忘心 不是的 忘心 就是真心迷啦 你起心动念啦 所以忘心 也是依这个真心而起的啦 就像啊 这个水变成冰 冰变成水嘛 这忘念啊 好比做冰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做台风啊 大家比较容易体会 台风一来 你看那个海水啊 凶涛骇浪啊 那个波浪啊 很大 那没有风的时候啊 它风平浪静 那么风平浪静啊 跟凶涛骇浪 起台风啊 那个水 都是海水 都一样的啦 那并不是说 起了台风 那个就不是海水啦 风平浪静才是海水 事实上啊 风平浪静跟起台风啊 那海水都是一样的 差别就是一个没风 一个起风 那水本质都是一样 那么忘心就好起 起了风浪啊 起心动念啊 好像做台风啦 现在听说有个台风要来了 风停下来之后 它就恢复到平静 它就能照万物照得清楚 那么这个风啊 在起浪的时候啊 你看不清楚的 风平浪静啊 那你就照得清楚了 所以绝光引照啊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忘念啊 止息了 真心它自然就显入了 风停了 那水 那水自然就平静了 它就能照万物了 照得很清楚了 那这个 形容比喻啊 我们的心 回归到自信 清静平等绝 那我们 朋友的波罗智慧啊 圆满的就现前了 所以 这个 我们现在修啊 就是 从修心啊 那么我们现在修 这个要怎么样 不死邪师忘念呢 这个 这个 还是 要先啊 避免啊 能够 让我们起心动念的 这个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的 身体接触的 这些先 远离啦 先远离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一天到晚看手机啊 其实我们忘念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知道的事情 越多啊 那忘念就越多嘛 那忘念就越多 这是必然的 那么我们 这个心没有定力啊 那么 见闻这些事物啊 总之为心随静转 心随那个境界跑了 那么我们心定的时候啊 你再去接触 他就静随心转了 那这个 这个境界就被我们转了 因为我们 不给境界转 我们就转境界嘛 那我们不能转境界 就是被境界转嘛 就这样嘛 其实还是我们这个心嘛 同样这个心 一个觉悟啦 我们转境界 迷了就被境界转 所以这个界定会啊 会就是波罗智慧 大智慧 大觉啦 这个智慧啊 本有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迷思很久了 所以必须用界定的手段 那么帮助我们啊 这个 开启啊 自性的波罗智慧啊 所以这个界定啊 它是手段 不是目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这个界啊 比如说这个小圣的 特别小圣的界 规定我们这个心 还没有定力的时候啊 哪里不能去 哪些不能接触 哪些人也不能接触 那这是一个阶段性的 让你心定下来啊 那么你有智慧能力去分辨 四威三恶 真妄邪正 你能接触到这些境界啊 不齐相 如如不动 那你心定啦 你智慧现前啦 那这个时候佛就没有限制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什么人你都可以接触 增长后得志 去普度众神 所以我们修学啊 有个阶段性的 不是永远是这样的 像闭关也是一样 所以阶段性的啊 有人闭一天 三天 七天 四九天 三个月 一般啊 最长是三年 也有达到十年的 那比较少 阶段性的 修学啦 总是让我们心啊 沉淀下来 心专注在 某一桩事物上 那么 我们才能开启啊 自性的波罗智慧 波罗智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中风国师在三十年 三十七年开始啊 这个自性啊 法性啊 人人本计各个不无啊 大家都有啊 大家都平等啊 所以 这些修学啊 我们是一个全方便 大家要知道 那这个方便啊 这个 不使邪师妄恋啊 那个 不让我们这个妄恋起来啊 那佛法修学方法 门禁很多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不悔就是让我们修戒修定 开启自性波罗智慧 那所谓啊 戒定慧三学 好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еди 家富 阿弥陀佛 多 今 不是 不好 呢 感谢观看